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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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大連初七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國總 首先祝大家生日快樂 說回天氣 過去一兩天因為受到海洋氣流所影響 天氣都是比較潮濕 我們今早更加有些地方有霧出現 就像在橫蘭島一樣 今早的能見到 基本上都是維持在五百米以下 最低的時候更加只有一百米左右 大家如果今天需要駕船 就要特別留意海上的安全 至於天氣方面是怎樣 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土 可以看到華南漁岸地區 仍然有些雲層覆蓋著 所以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都會是多雲有霧 而且初時的時候還會有些雨 不過日間部分時間會是天色明朗 今天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2度 風勢方面就會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 長遠一點我們預計 明天的時候 仍然會繼續受到這股海洋氣流所影響 我們的風勢都會比較小 有利一些霧的出現 不過去到星期五的時候 看到廣東沿岸地區又會轉出一些比較大的偏東風 代表著有股東北貴有風又會再一次影響我們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將會是潮濕、幽霧 而且天氣都會比較暖 明天的最高氣溫會有23度 不過去到星期五的時候 當受到東北貴有風的影響 風勢會增強 而且還會有幾陣雨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